大家好,我是老曹 今天天气昨晚下雨之后,突然变凉了 大家看一下,现在19度 我们拿起了长干短线,又来到了我们老地方 打窝,继续吊大阪旗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今天效果到底怎么样 先打几个窝 一般的话,长干短线,我们都是打六七周瓦 等费半个小时后左右来吊 窝子打的差不多,我们等一费过来吊 我们回来了 差不多中间等了一个多小时 家里有点似 我们现在继续开吊 刚才打了几个窝子 下干地一下就上了一条 个体还不错 又上了一条 就是草太多了 这条比刚才的还要大一点点 乌黑乌黑,大家看一下 蚯蚓还没掉,还可以继续掉 放个窝子,放旁边那个窝子去 这个窝子刚才躺了几下,估计有点抽筋了 放了一条小草鱼 这条漂亮,乌黑乌黑的这条 漂亮漂亮 漂亮 漂亮 来这边再吊一下看看 这点稍微小一点 这里小很多 没刚才窝子里的大 我们再去刚才的窝子里 钓一批看看 这个太小了 其实这个窝子的大一点 我们在这再钓一批看看 有没有口 漂亮 就两只了 荒野鱼接口 喂 哦 好 钓不了了 要回去了 口还行 今天的记忆个底比上次来钓的大多了 虽然 虽然我们今天是上午来钓的 回去了 下次再来 今天可确实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雨货 这是我们新年钓的 新房色的大阪旗和都市 我们等下把小的放上了 留几条大的回去灯汤 把这个小草鱼苗也放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今天总体收获确实还不错 钓了五六个比较大的记忆 大家下次再见